欢迎回来 最近有一个展览很特别 法国时尚品牌将时尚生产过程中 剩余的皮件还有采购多余的零件等等 由设计师重组再造成艺术品 并且在全世界巡回展出 最近来台湾展览了 品牌的艺术总监说 这个计划从习物的精神出发 用创意和品牌固有的工艺 创造出新的作品 这是一只兔子还是一只袋鼠 法国时尚品牌艺术总监为我们说明白 当他至今才终于我说 他致认识计之后 我们不是在藍物属 我们在 Functionality 所以我们有点几乎 我终于终于尔子 在当时为了一种工艺术 想要是一个大浓 或是一个幻想要是一个贊常 但这也就是此回事 您能够用汇数或各种有什么 你也可以在這裡有一個鈴鐺 或是你也可以穿上帽子 比利時設計師以日本傳統的摺紙藝術為發想 用皮革創作實用的袋鼠兔 還有同樣材質製成的松鼠書架 時尚又有創意 這是法國時尚品牌的展覽 展品的來源都是生產過程中 裁切剩下的材料 或者多餘的零件 製作成小製絲巾手環 大製書架沙發 這些都是藝術總監與計畫團隊合力的創作 我一直都教授 尊重我身邊的人 也尊重所有人的工作 主要是我們工廠的 我認為所有人都值得看見 因為這是有很多工作 有很多經驗 所以我認為 材料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 這是我努力的 包包多余的扣环零件 装饰镜子的边框 都是创作的素材 丝巾拼接皮革制作的皮带 或是做成帆船装置 还有履行携带的茶具收纳盒 皮革狗狗咬着托盘 还可以放置物品 这里是存放各种零件的仓库 也是他们开启这个计划的秘密基地 在这里大家彼此激荡创意和想法 次年来这个艺术计划寻回全世界 这次来到台湾展览 台湾艺术家吴耿珍负责展场的设计 他运用剪纸艺术成列架的造型 宛如台北盆地 身为品牌第六代传人 艺术总监传承品牌精神 开启未来新的可能 我认为我的大父亲 当他们没有很多用 我认为他们有什么用 所以我认为我没有发生任何东西 我只是追求他们的过程 我非常愿意 我希望在天空 他们看着我 他们非常愿意 时尚品牌的艺术计划 三千件作品已有五全被收藏 未来还用创意 激发更多新的作品 以精致的工艺 看见无限想象 感谢您的想象